你要真的是一个人生活的话 一定要干什么 养这大猫 来看看我们家猫 看看镜头 这只猫 就是 我醒来之后就跟着我 天天跟着我 我的天哪 你的速度够快 啊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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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吃饭 养毛的烦恼就是毛很多 嗨大家好 我是米奇博克斯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是在家里 如何看世界杯的 我告诉你 虽然说我不会踢球 踢的少 但是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 那必须有气氛看 那今天教大家 我是一个作为科技博主 怎么看世界杯 那首先呢 看世界杯的话 你起码得有一个这玩意儿 这个呢 就是气氛 你得有这个 吉祥物 先说一下 直播间有麦哦 那作为科技博主呢 我是超级酷爱科技的 那我很早之前 就准备了台超大电视 这个电视呢 曾经是用来什么 看电影玩游戏 现在看世界杯 完全派上用场了 我买了两台 家里一台 我的工作室一台 那用它看电视 看世界杯 这简直就是太 不要再舒服了 现在电视机呢 都是智能电视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在热点上面 在电视机的 不管是哪个平台 初始的一个画面 这边就有足球器 你就可以在上面看 但现在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 互联网的移动时代 我们现在看视频 都不是在电视机上看的 就是用手机 用平板 用电脑 但是这次看世界杯呢 我们多了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很夸张 我从来没觉得 看世界杯会这么容易 以前看世界杯的时候 你得找电视吧 你去网站上下载吧 是吧 今年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在 抖音上看就好了 上面有一个世界杯 可以很轻松的看 你想看的比赛 你甚至可以预约直播 是吧 或者想看一些 急剑什么 你点击就可以看 一个是呢 在手机端特别容易 直接点开就放 你想看这场直播 点一下 直接就可以看了 那今天我教你在 电视机上怎么看 4K世界杯 正确的打开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 打开电视 记得啊 在网上下载个软件 软件叫 华术先时光 打开它 登录你的抖音账号 上面呢 你可以刷点短视频 看看这个电视机版的 短视频什么样 用遥控刷就行 然后想看什么球赛 在这手机上 点投屏就行了 一定要把你的手机 和电视机 连在同一个 WiFi网络之下 这个就很重要了 否则你投不了 投屏 点先时光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能看4K 它真的可以看 超高星4K的 之前实现不了啊 手机上可以操作 来看看屏幕 在手机上 看着电视机 上面说个弹幕 想说的话 哎呀 哪个对加油 哪个对真菜 这呢 是一个很新的交互式的 那作为一个人 在家里看直播 我觉得这是 所有男人的梦想 有个大电视 然后之前呢 是没有这么方便的 是吧 现在用手机 直接投屏 4K啊 真的是很不一样 那平时没事累的时候 实在困了 我躺床上 床上有时候睡不着觉 我就用iPad 或者手机看球 太简单了 一键点开 我觉得就今年看世界杯 跟以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想看什么看什么 就成点播了 就是 从这以前啊 就是总是还得 你就得看直播 直播讲了什么 你就看什么 现在你可以看你喜欢的队 你可以给他投票 就是我觉得就现在这世界杯啊 就是虽然说我们坐得很远 但是 哪怕就在家里坐 啊 悉尼 里边跟那个在厂的观众差不多的 这个挺不一样的 而且比较夸张的是 我们还可以换解说 喜欢谁看谁吧 是吧 我喝这东西 这是我平时看球赛时候喝的 这个是我从我老家带过来的 特别喜欢喝这个 平时呢就放在这儿 除了手机 平板 还有电视机以外呢 我有的时候啊 也会用电脑看 抖音上有电脑客户端 也可以很轻松的看球赛 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 怎么都能看 然后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看球赛的一个神奇的工具 这是秘密啊 你们不知道 我还有VR眼镜可以看 用这个看球赛 哇 那感觉深情奇迹 怎么让你感受一下呢 诶 我们试试呗 来 我们一起戴上它 那这是我另外一种看球方式 就是坐在家里 戴上眼镜 然后好像又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 你看 这是我在一个虚幻的场景当中 在现场看球 这是一种新的观影体验 就特别的有沉浸感 那我们还有很多功能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个呢 预约想看的球赛 比如说今天晚上预约 甚至跟明星一起来看 或者说我们直接进入到主会场 我们在一个虚幻的球场里看球 那这场球赛呢 是今天晚上将会准备的 我们大家以后可以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 坐在家里边 仿佛就跟其他朋友在一起 可以一起来欣赏着今天晚上的比赛 当然我说这个方式呢 不仅仅可以看球了 这次看世界杯 下次看奥运会 或者说看演唱会什么的 这是我的自己的啊 就科技博主 想玩的东西 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嘿嘿 这东西我直播间有卖啊 到时候可以来我直播间 你看通过这个都可以看球 我要讲的是 其实要真的很感谢这科技 科技改变了人的态度生活了 那这次看世界杯 虽然说不能真的出国去看 通过这个超高速的网络互联 让我们甚至有机会 仿佛身临其境去看 那这就是我一个人的 看世界杯的方式 我自己还买了一个 这样的纪念品 就是自己乐呵乐呵 我们要学会在生活当中 自娱自乐 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欠缺的 也希望各位呢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那今天只是分享了一下 我如何观看世界杯 我当然知道大家呢 没事很多朋友聚在一起 喝着小酒看世界杯 一生气把电视机砸了 开个玩笑啊 这个呢就是我个人那种生活方式 比较安静 比较宅男 甚至是比较可笑 但是我真正的分享 那也希望之后呢 大家可以用我这样的方式 手机平板电脑VR 哪不能看都能看 以后呢科技呢 会把这个我们这次的观看方式呢 会延续下去 学会一种心形的放松休闲 有的时候说实话 也不用说因为工作太忙 我去不了 那个我很痛苦 我没有了 其实 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真的是太简单了 也感谢抖音 让我们这世界杯 我们大家全名免费收看 也希望各位以后呢 可以多多了解这科技啊 可以改变我们生活哪一部分 学习一下 这个视频呢说到这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待会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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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